同桌一百,同桌一百,主题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深老师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 同学们,上课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同学们请坐 同学们,你们喜欢背诵古诗吗 喜欢 你都背过哪些诗,来展示一下好吗 好,谁来说一下 芸汐 西绿,长征,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南 万水千山,只等闲 乌岭威夷,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亚暖 大渡桥横铁锁寒 更喜泥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静开延 哦,你背的是一首现代诗 其中呢,有一个词的读音 要注意,要注意,是五领 不是五领 再来一遍,五领威夷 说 五领威夷 好,请坐 那么你,会背哪些古诗呢 古诗古代诗认诗的 背一首 好 你们会背 李白的金叶丝吗 谁来背一背 李林浩 你来试试 金叶丝 唐 李白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巨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哦,你的声音真红亮 而且背的呀,铿锵有力 很好,请坐 还有谁也能背一首故诗呢? 背锅 好,请你来,怎么样 望天门山,唐,李白 天门中段,处将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一片孤帆日边来 哎哟,背得真好 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是啊,同学们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啊 诗词是最灿烂的一颗明珠 那么今天呢 老师再带领大家 学习一首古诗 请同学们看 小儿垂钓 先听老师读这首诗 小儿垂钓 唐狐令能 蓬头至子 学垂轮 厕坐煤台 草硬生 路人借问 摇招手 怕得鱼精 无印人 同学们,你们喜欢这首诗吗 喜欢 喜欢吗 喜欢 想不想学习啊 想 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 首先,我们看 这首诗的作者 也是唐代的诗人 也是唐代的诗人 他呢,隐居在莆田 而且呢,构思精巧 生活情趣很浓 现在仅存的诗啊 只有四首 虽然他写的诗不是太多 但是呢,一样很精美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首诗 请同学们 认真的把这首诗句读准确 读通顺 开始吧 小儿垂钓 唐自己读自力的 蓬头至子 学垂轮 厕坐煤台草硬生 路人借问摇招手 怕得鱼精不硬人 好,谁能给大家读一读 谁来试试 好,陈瑶,请你来读读 小儿垂钓 唐胡令能 蓬头至子学垂轮 厕坐煤台草硬生 路人借问摇招手 怕得鱼精不硬人 他的声音非常红亮 而且每一个字音读的都非常准确 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好,同学们,我们看 这首诗的题目是 小儿垂钓 那垂钓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大胆的猜一猜 是什么意思呢 钓鱼 对,垂钓就是钓鱼的意思 那小儿就是指的一个小孩 一个儿童 小儿垂钓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小孩正在钓鱼 同学们,你钓过鱼吗? 钓过吗? 钓过 哦,对呀 钓鱼啊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钓鱼的时候都要注意些什么呢? 钓鱼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用你的生活经验说一说 好,锦权请你说 钓鱼的时候不能声音太大 要不然就把鱼吓跑了 是啊,钓鱼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记住 可不能大声的喧哗 要静静的 这样呢,才能让鱼儿上钩 才不至于把鱼儿给吓跑 是不是? 对 钓鱼呢 是一门学问 那么 诗人胡令能笔下的小儿垂钓的时候 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境呢? 让我们接着来看 首先 大家看 诗的第一行 蓬头至子 学垂轮 在这里的蓬头 是指的 头发乱蓬蓬的 是一个小孩子 智子 就是说 年龄很小的孩子 学垂轮 这里的垂轮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钓鱼 那么 垂 是垂下去 把鱼儿垂到水中的意思 那么 轮呢 就是说 钓鱼用的 丝线 再看 第二行中的 测座 梅台 草硬生 测座 那就是 测身 坐在那里 对吧 梅 是一种 很小的 草 字 是草莓的梅 但是不是指的今天吃的草莓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再看 这里的台 这里的台 是指的一种 生长在水边 或者是潮湿地带的一种 苔显植物 草硬生 硬是遮硬的意思 同学们 你看 第一行和第二行 这些诗中的词语的意思 我们都理解了 那如果让你把这两行用自己的话 说说它的意思 你会说吗? 试一试 串一串 看看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它的意思 谁来试试 出声说 没有关系 一个头发怎么样呢? 小孩 在干什么呢? 谁来试一试 好 祖民 请你说说 啊 一个头发乱蹦蹦的小孩子 他坐在一台 梅台 他侧着身 他侧着身 坐在梅台旁边 钓着鱼 一天 旁边的草怎么样呢? 旁边的草 把他的身体都给 遮住了 哎 说完整 旁边的草 旁边的草 把他的身体给 遮住了 是啊 就是这样的 好 请坐 谁再来说一说? 明星 请你来说一说吧 一个头发乱蹦蹦的孩子 一个乱蹦蹦的小孩 他侧坐在梅台 学习干什么呀? 学习钓鱼 对 学习钓鱼 他侧着身 他侧着身 坐在梅台上 旁边的草 都把他的身子给遮住了 哦 是啊 就是这样的 谁再来说一说? 李玲浩 请你来说一说吧 一个乱蹦蹦的小孩 一个头发乱蹦蹦的小孩 正在学习钓鱼 嗯 他侧坐在梅台上 他侧坐是什么意思啊? 侧着身呢 他侧 他侧着身 坐在梅台上 旁边的草 就快把他的身体遮住了 哦 是的 那同学们 都自己说一说吧 开始吧 说一说 一个头发乱蹦蹦的小孩 他侧着身 坐在梅台上 而梅台的草 都快把他的身体给遮挡住了 那同学们 我想问一问 为什么这个小孩 要坐在那个草茂密的地方 让草 都快把他的身体给遮挡住了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呀? 坐在平坛 视野开阔的地方不行吗? 为什么要坐在这样的草丛中间? 想一想为什么? 孙家人 你来说一说吧 因为他怕那个鱼看见他 会被吓跑 哦 原来你想的是 他怕水中的鱼儿看见他 是不是? 对,你看看 多么有趣呀 多么机灵 可爱的小孩啊 是不是? 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行 蓬头至子 一拜,起 蓬头至子 学锤轮 厕做梅台 草应生 对,我看到了啊 有的同学 那个小脸上带着笑容 哎,觉得他的生活多么有趣呀 都已经感受到这个小男孩 那种可爱 机灵的样子了 真好 好,来,芸汐 请你再来读一读 蓬头至子 学锤轮 厕做梅台 草应生 是啊 多么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啊 而且呀 我们通过这个诗句呢 也能体会到 古时候的那些少年儿童啊 他们的日常生活 是多么的丰富 多么的有趣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 一拜,起 蓬头至子 学锤轮 厕做梅台 草应生 好,同学们 大家的声音啊 越来越洪亮了 那接着我们看下面两句 我们先看 第一个 路人借问 摇招手这一句 路人想一想是什么意思 是他的亲人朋友吗 是什么人呢 想一想 祖民 你来说一下 应该是从他身边过去的那些人 对 应该是旁边经过的人 是不是 你想的真好 是啊 那借问的意思啊 就是说 向人打听 同学们 那这时候 这个地方 有没有别人啊 有没有别人 没有 只有这个 蓬头至子 学锤轮的小孩 是不是 那借问 向人打听 就是向谁打听呢 向这个 钓鱼的小男孩打听 是吧 原来呀 是路过的人 像他怎么样啊 问路呢 诶 那么同学们 你想一想 如果是你 正你在路边 旁边呢 有人向你问路 那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会不会告诉别人呢 会 对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正在钓鱼的小男孩 他会不会告诉路人呢 我们看 他的动作是什么 摇招手 对 什么呀 摇招手 我们知道 摇 是指的 距离怎么样啊 对 距离远 远远的就怎么样 摇招手 啊 谁在招手啊 这个小男孩 在招手 啊 招手 想一想 他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不给路人指路呢 为什么呢 好 请你说 陈阳 因为这个小男孩正在钓鱼 他怕那个路人来了 会把他的鱼吓跑 啊 是啊 同学们 那路人来问一个路 会不会把鱼吓跑呢 啊 是不会的 是不是 那同学们 正因为这个小男孩这样想啊 才突出了小男孩儿他的幼稚可爱 是不是 对 你看 和你们想的一样 我们看 诗句的最后一行 他就是这样的 怕得鱼精不应人 那怕就是担心的意思 鱼精就是像刚才同学们猜测推测的那样 他怕鱼儿受到了惊吓 所以啊 怎么样啊 回答不回答别人啊 不回答别人 远远的他就像人招手 不要问我路 是不是 对 你看 通过这样的动作和神态的描写 我们呢 看到了一个活泼可爱 而且呢 有非常机灵的小男孩儿的形象 你们觉得这首诗有趣吗 有趣 有趣 这个小男孩儿有趣吗 有趣 好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情感 一起来读最后一行 礼拜 其 怕得鱼精 不应人 好 同学们 既然这两句诗的词 而且它的意境 还有它的意思 我们都已经说通顺了 理解了 那现在呢 就请你用自己的话 把这两句的意思说一说吧 好 开始说一说吧 自己出声说一说 旁边 旁边有一位路人 从这儿路过 他向小男孩儿问一路 小男孩儿 穿件了 年毛手 他问什么呢 他 会把他女儿向好 不回应别人 好 谁来说一说 谁来说说 好 陈瑶 请你说一说吧 这时旁边 这时旁边来了一位路人 这位路人向小男孩儿问路 小男孩儿怕他的鱼被吓跑了 连忙向那位路人招手 不回应他 对的 就是这样 好 谁再来说一说 谁再来说说 好 祖民 你来说一说 路人 经过他的旁边 向他问路 他连忙怎么样 他连忙 离得很远就招手 招手 不让路人 不让路人 怕他的鱼下跑 哦 不回答路人 是不是 是的 就是这样的同学们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整首诗的意思啊 已经理解了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连起来 我们把整首诗的意思连起来说一说 你看 一个 蓬头致念的小孩儿 学着大人在这儿干什么呀 钓鱼 他 侧着身子 或者说 斜着身子 坐在野草丛中 或者说 坐在煤台上 草 挡住了他的身子 听到有过路的人向他问路 他连忙啊 远远的就招手拒绝 害怕 惊动了他的鱼儿 所以呢 不敢回应 过路人 同学们 多么有趣的一幅画面 多么有趣的一首诗啊 来 我们一起把这首诗再次浪读 笑儿垂吊 想象一下 思考 从这首诗中 我们能感受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预备 行 笑儿垂吊 唐 胡令能 蓬头质子 雪垂轮 厕坐煤台 草应身 路人借问 摇招手 怕得鱼精 无应人 是啊 多么有趣的一个活动生活场面啊 那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呢 你来说金钱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 哦 天真可爱的 是啊 这是一个多么天真可爱的孩子啊 而且呀诗人哪 没有用绚丽的色彩 也没有刻意的雕饰 就是用这样平实 朴实的语言 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有几分童真 又有几分童趣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同学们 像这样描写少年儿童活动的这样的股市啊 还有很多 你们看 这是圆梅写的所见 写的是一个小男孩 骑着黄牛 准备去放牧 他去 听到了有一只树林中 有一只鸣蝉 想捕捉这只鸣蝉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我们一起读一下 所见 准备 所见 圆梅 木桶 骑 黄牛 歌声 震 凌月 抑郁 不明禅 忽然 闭口 闭 是不是跟我们的小儿锤吊有相似之处呢 也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男孩 是不是 那么再看村居这首诗 讲述的是啊 儿童放学回来 一起放风筝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来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村居 高顶 草长银飞 二月天 福地洋有 醉春烟 儿童散学 归来早 盲趁东风 放纸鸣 那么纸鸣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风筝 古时候呢 称纸鸣 还有写小孩儿儿童去捕捉蝴蝶的 这样的一首诗 是杨曼里写的 素新式徐宫殿 跟老师来读 黎洛叔叔 黎洛叔叔 一近身 黎洛叔叔 一近身 树头花落 未成荫 树头花落 未成荫 儿童挤走 追黄蝶 儿童挤走 追黄蝶 飞入菜花 无处寻 飞入菜花 无处寻 同学们 你们喜欢这些古诗吗 喜欢 那么课下呀 把它再读一读 背一背 再找一找 这样的古诗啊 还有很多很多 同学们 古时候的少年儿童的生活呀 是丰富多彩 是有趣的 那么在近代 在我国近代史上 还涌现出了无数的小英雄 我们看 今天老师带来的这篇文章 讲的就是一个 名叫王二小的儿童团圆的故事 同学们 你们听说过他的故事吗 听说过 好 那同学们 请你呢 认真的来读这个故事 开始吧 王二小是儿童团圆 他常常一边放牛 一边 读自己的 把敌人放上 有一天 一口来早饭 走完 一口来早饭 一口来早饭 敌人老人家 在山坡上放敌人 就叫他带人 王二小的装着 手脚的二人物 走在前面 把敌人带进了 敌人的埋乳圈 突然 新年八方随起 看牵手 敌人知道 犯犯了 就杀害了 二小英雄 二小 这时 这时候 读完了 好同学们 这里边呢 有几个词语 老师先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看 在这篇文章中说到的八路军 八路军呢 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 那放射就是战岗或者说巡逻 扫荡 它的原因是指用武力或者是其他手段呢 来肃清敌人 那么埋伏是指我们的八路军在估计敌人要经过的地方呢 秘密的布置兵力 然后呢寻找机会出击歼灭他们 消灭就是说使消灭除掉敌对的或者是有害的人或者是事物 好同学们理解了这些词语之后呢 我们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会理解的更深刻一些了 好同学们 刚才我们读了这篇文章已经了解到了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儿童团圆王二小在敌人面前呢毫不畏惧 把敌人带进了我们八路军的埋伏圈 我们的八路军全歼了敌人 而他自己呢却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啊赞扬了王二小歌颂了王二小 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好同学们 那么现在就请大家带着这种敬佩赞颂赞美的语气来读这个故事 王二小 王二小 王二小是儿童团圆 他常常一边放牛 一边替八路军放上 有一天日口来扫荡 走到山口迷了路 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 就叫他带路 王二小装着顺从的样子走在前面 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 敌人知道上了当 就杀害了小英雄王二小 这时候 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 消灭了全部敌人 好同学们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啊 像王二小这样的小英雄还有很多很多 比方说我们都熟悉的小听张嘎中的张嘎子 还有鸡毛信中的海娃 还有小英雄刘胡兰 还有草原英雄小姐妹小英雄雨来等等等等 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我们的祖国也涌现出了很多的小英雄 像小英雄赖宁等等 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呀 可以课下搜集他们的故事 读一读 学习他们那种机智勇敢 一心为国家的那种崇高的品质和可贵的精神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 同学们下课